印度考生擠在補習班 每個人之間幾乎沒有距離 無一不再認真苦讀 試圖擠進公務員的窄門 印度的公務員考試 被形容為現代科舉 一共要過三關 分別是出室 主室 面試 出室在當年六月舉行 通過出室需要面對主室 主室內容包山包海 一共九門測驗 到了最後關面試 則可能已經是隔年四月 儘管考試時間將近一年 錄取率不到千分之一 卻還是吸引數以百萬計年輕人報考 正是因為公務員待遇 遠遠優於私營企業 印度公務員考試的年齡限制是二十一歲到三十歲 順利考上相當於拿到金飯碗 平均月薪六萬盧比 折合新台幣約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元 聽起來雖然不多 卻已經是一般藍領的五到六倍 而且政府還會分配住宅 車輛 廚師 退休金等等福利 而且出身中下階層的人 報考次數限制更寬鬆 成為種姓制度下階級流動的機會 即使錄取率趨近於零 印度公務員考試 還是吸引無數年輕人 就算十年寒窗無人問 只願一舉成名 天下之 三立新聞參謀庭報導